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7515名现场球迷上座率达到98% 观赏之下 中场以14比9险胜来自新泽西州的纽约巨人队 赢得在美国职业美式足球大联盟NFL美国联会东区小组例行赛季第四胜 比尔队曾经于9月11日在客场挑战纽约喷射机队并且在延长加赛阶段 以16比22隐恨 比尔队当晚在赛前被看好 然而全场只有28分钟36秒掌握球权 在这场比赛一路在找寻进攻节奏 前三节都没有得分 上半场就以6比0落后 水牛城比尔队最近一次在比赛前三节遭到对方封锁火力 是于1993年12月12日午后 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客场挑战老鹰队时 比尔队前三节空手而归 但是幸好第四节有十分收获 结果还是以10比7凯旋而归 比尔队在2022年球季的战绩为13胜3败 与季后赛外卡阶段闯过迈阿密海藤队首官 但是随后却以10比27输给新兴纳提蒙古队 巨人队在2022年球季的成绩是九胜七败一合 已经在七个球季两次参加季后赛 比尔队成军已经有64年 四次有资格角逐大联盟年度总冠军荣贤 却从来无缘捧回超级杯 而巨人队组成有99年历史 五次角逐年度总冠军 有四次如愿 比尔队和巨人队纽约内战 自从1970年12月6日以来 历年在例行赛和季后赛共交战15次 比尔队的战绩时八胜七败 双方最近一次对抗 是于2019年9月15日 由比尔队以28比14取胜 艾伦在全场攻击表现平平 一次遭到过拦截 总共和六名队友合作 传球30次 其中19次成功 最长船接距离28码 累计船接推进169码 有两次船接成功达阵 没有遭到擒杀 同时也和三名队友合作 共发动29次冲锋 累计推进128码 但是没有达阵 彭广阳 2023年10月16日 第19次成功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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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ятель结彩